当嘴炮输给钻石后 这个男人面色沉重 他冷漠的态度让获胜者钻石有点手足无措 这个被气得发红的男人叫白大拿 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格斗赛事UFC的掌舵人 历时20年从200万美金到70亿美金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UFC总裁白大拿与UFC的成长史 白大拿1969年出生 17岁开始练习拳击 他上过两次大学 一次就读昆西学院 一次是波斯顿大学 两次白大拿都是第一学期退学 跟乔布斯等人不一样 这些人是发现商机决定去创业 而白大拿则是纯粹的不想上学 白大拿19岁的时候在波斯顿海顿酒店 做了一名拎包的服务生 立志做出一番事业的大拿 后来辞掉工作决定去从事格斗行业 根据白大拿自己的回忆 当时酒店的门童也是他至今最好的朋友之一 得知他要辞职去从事格斗事业后 直言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后来白大拿开过拳馆 教过有氧健身操 做过自己的服装品牌与拳击装备 康纳与梅威瑟的跨界战时 梅威瑟就嘲讽白大拿 虽然你现在身价不菲 但是我还是记得当年你给我拎包的样子 这正是因为当年白大拿找到刚出道的梅威瑟 为自己的品牌代言 忙前忙后拎包递装备 白大拿的创业生涯不温不活 不知不觉已过而立之年 前几年白大拿迎来生命的转折点 他得知UXA正以200万美金的价格出售 大拿买不起 好在他有几个不差钱的发小 他说服了自己童年的玩伴洛伦佐蒂夫塔 洛伦佐甚是感动当即同意投资这个项目 2001年1月 洛伦佐与哥哥共同出资200万美金 买下了当时已进入绝境的UFC 白大拿空手套白狼成功 不仅没花钱 还出任了UFC总裁 同时还获得了9%的股份 当时的UFC一片狼藉 被称为小众野蛮的赛事 还因规则开放受到各种限制 刚接手UFC的白大拿却信心满满 2001年还有头发的大拿 正是以UFC总裁的身份出现在电视上 而他直接称要把UFC打造成综合格斗界的超级碗 而现实却给了大拿当头一棒 UFC33期的比赛是大拿掌舵UFC后第一次PPV有线电视的赛事 这也是被白大拿视为成就霸业的第一步 但是那期比赛却超时了 让付费的观众没有看到最终的比赛结果 观众口图芬芳 电视运营商气得爆炸 而UFC也从2001年开始了长达几年的亏损期 当时UFC还被与野蛮挂钩 白大拿为了重塑UFC的形象 发起了终极斗士的电视选拔赛 把选手的选拔训练与比赛的全过程 以真人秀的形式免费呈现给观众 白大拿还在节目中进行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他的演讲还被一些人评为是真人秀史上最伟大的演讲 凭借格斗的真实性与大拿的三寸不烂之舌 终极斗士热播观众情绪高涨 白大拿还修改了UFC的口号 把最早的口号这里没有规则 改为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 白大拿开始两手抓 一手凭借终极斗士发掘优秀拳手 一手开始人才引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海滩坏小子冰人李德尔 马特修斯 神童BGP 刺中之神GSP 蜘蛛人安德森·喜尔瓦等等等等 众多UFC明星走进观众的视野 UFC也不再是小众与野蛮的代名词 成为主流开启了蓬勃的发展 挣的太多把大拿都给笑秃了 2007年 UFC正式干掉了日本的Pride 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格斗赛事 UFC即将一百期时 粉丝开始进行纪念活动 敏锐的白大拿秀到了商机 打造了规模宏大的第一百期比赛 那一期比赛空前的成功 付费观看的观众达到了新的高度 当时 布洛克莱斯娜是绝对的头号功臣 UFC一百期成功后 白大拿带领着UFC继续它的商业扩张 先是在2010年吞并了WEC WEC拥有一批优秀的小级别选手 大力鼠 克鲁兹 菲提格佩迪斯 还有中国知名选手张铁拳 都曾在WEC效力 2011年 UFC又吞并了Strike Force 将众多优秀的重量级拳手招入麾下 至此 UFC彻底稳定世界MMA霸主地位 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能撼动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 UFC的价值一路飙升 翻了超2000倍 2016年7月 UFC被40.25亿美金的价格出售 白大拿占股9% 也拿到了3.6亿美金 UFC更换了东家 并入了新的公司 但是白大拿还继续担任UFC的霸道总裁 并且还拿到了新公司的股份 这艘巨轮还得由他继续掌舵 2017年 白大拿带着嘴炮打了一场跨界战 嘴炮赚得盆满钵满 UFC也实现破圈 达到新的高度 2018年 白大拿宣称 UFC品牌价值已达到70亿美金 相信现在比3年前更高 2019年3月18日 白大拿本人透露 他已经签署了一份新的长达7年的合同 2026年3月之前 他会继续担任UFC总裁 至此 白大拿左手拿着新公司的股份于分红 右手拿着千万美金级别的年薪 兜里拆着几亿美金 继续在八角龙中呼风唤雨 除了UFC之外 白大拿还有一些其他的实业公司 白大拿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UFC无论怎么更换东家 总裁只有他一个 而在白大拿眼中选手都是打工人 在八角龙中 利益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哪怕你是最具统治力的拳手 价值不高 也会被他无情的抛弃 除了众多打工人 有两名拳手受到白大拿特殊照顾 一位被称为UFC的祖宗 一位是UFC如今的头号摇钱术 祖宗就是被戏称为祖宗部的布洛克莱斯纳 UFC早期功成略地的功臣 2016年 布洛克莱斯纳在UFC200期回归时 大拿直接开出了当时综合格斗选手 最高的出场费 UFC合同都是独家的 白大拿更是愿意为大部开出 不影响他打WWE的首份双合同 不过后来祖宗部拒绝了 到哪都是祖宗 并没有二次回归UFC 除了大部以外 另一位就是UFC近几年功成略地的头号功臣 嘴炮康纳麦格雷格 白大拿为了嘴炮更是不惜变成红大拿 公开场合不止一次 声嘶力竭的为嘴炮爆幕 呼喊出炮炮的名字 上周末看到嘴炮伤退后 更是不给钻石面子扭头就走 那是发自内心的心疼这棵腰前树 未来几年谁将成为八角龙的头号明星 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背后的掌舵者 与乐此不疲的拉架人 还是那个男人 日渐圆润发红的白大拿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